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车 李车下来的重磅嘉宾就是 徐伟宁和柯振东 徐伟宁呢 以去年她的和她的她 获得迷你聚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 基点又以不够善良的我们再度入围 而曾经获得台北电影奖影帝的柯振东 凭借着精确的情感掌控与肢体表现 也获得迷你聚集电视电影 男配角奖的入围肯定 这一次在戏里啊 背部全裸 头发剪超短 然后那一场对着那个震东告白的戏 真的是让每一个人看到都为你觉得好心疼 真的过程中你的情绪是怎么样 转换得这么好的呢 我觉得蛮幸运的是导演都很珍惜 我们的当下的给予的情感 然后包括凯凯也是 我们其实在现场几乎没有什么准备 我们其实只要我啦 我其实因为是有裸背的 所以其实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然后各个角度拍 基本上导演的需求 我们都是一两次两个take 情感到了就OK 那你已经见过了这么多的大场面啊 现在会紧张吗 我其实还好 我比较紧张 颁奖 颁奖 颁奖比较紧张 颁奖比较紧张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 可以把奖项拿下来 对 然后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因为 之前 前一届有拿到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比较轻松 然后来看看好朋友 然后跟整个剧组一起 那老公也有给你加油吗 有 加油 祝福两位